新电保新变道篮球场是附近居民打球的最佳场地 近来因为台电地下电缆管路工程将于5月7号起暂时封闭 新北市议员刘哲彰则要求施工单位务必要缩短工期 不要破坏场地务必要将影响降到最低 由新北市议员刘哲彰争取的保新变道篮球场 因为在二高桥下可以遮挡风雨和太阳 成为许多喜爱打球民众的最佳场地 不过近来因为要施作台电地下电缆管路工程 所以必须暂时封闭球场 新北市议员刘哲彰得知消息前往关切 并且要求有关单位务必要将影响降到最低 停用的公告要很清楚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让民众知道 第二个场地绝对不能破坏 如果破坏的话他们要全权负责 然后把它复旧 特别是PU地面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我要求它供期在两月来完成 由于试作期间有大型机具和器械需要有放置的空间 为了不影响保新变道的交通 因此施工单位提出了战届球场的需求 议员刘哲彰强调 在工程需要的情况下球场将于5月7号到6月30号进行封闭 但也再次督促相关单位要缩短工期 避免影响民众的打球权益 新北市唯二在高速公路下有的篮球场 那有一座是在汐止 另外一座就是在新店 所以这个篮球场主要的好处就是 它不怕刮风下雨也不怕吵闹 因为旁边都是工业区 所以只要你就会看到很多 很多爱好篮球的朋友 他们会来这边打篮球 经过了会刊 达成共事 施工单位必须在封闭前 于显眼的位置张贴公告 而在施工期间要做好相关维护 如在施工时损坏的球场PU地平 需要重新铺设 让球场恢复原貌 议员刘哲彰表示 会持续监督施工进度 确保球场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开放 让民众可以继续在此享受打球乐趣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